当年在部队中,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,军队中有两霸,一是许是有,二是韩先楚,1913年2月,韩先楚出生于湖北省洪安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,16岁参加革命斗争,他从一位普通战士一步步成为我军中高级指挥官,他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,抗美援朝战争,解放战争,1950年,如果不是韩先楚一意孤行解放海南岛, 或许今天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台湾问题,还有海南岛问题,他仅用三天时间就歼灭了国民党守军主力,5月1日,海南岛全部解放,1950年6月25日,朝鲜战争爆发,6月27日,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,一个多月的时间差,一意孤行的韩先楚让海南岛避免了成为第二个台湾的命运,1986年10月3日,一代名将韩先楚在北京去世, 迷流之际念道,台湾